由经济部次长沈荣金率队前往越南的台湾访问团 23号下午与越南官员会上讨论赔偿受损台商方案 和过越南计划投资部、外交部、财政部等多个部会 军派代表出席 越南计划投资部部长裴光荣在会中 除了肯定台商对当地经济的贡献 也坦承日前的排华暴动 确实冲击越南的投资环境 沈荣金则表示 希望越南政府重视并释出善意 以台月签署的投资保护协定 赔偿台商损失 保护台商安全与财产 以及处理后续相关问题 我们把它终整起来 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台湾所提出来的一个要求越南政府配合的这些项目跟清单 请越南政府务必协助解决 当场指示各部会就这一个他所属的项目 要提出具体的一个解决办法 然后等他的总理5月25号回国 他一定会把这些资料给总理 沈荣金建议台月应成立双方协商委员会 联合调解赔偿委员会 以及成立受理台商赔偿单一窗口等 以方便双方沟通 尽速弥补台商债损 总理的晓邦 感谢观看